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给我介绍一下满江洪的历史创作背景 满江洪是第二次北伐 当时岳家军正是节节胜利的时候 宋高中照够下旨让岳飞班师 当时岳飞退兵到武昌 然后心情很郁闷 临江远跳 然后也唱出了千古绝唱满江洪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上雀 岳飞的心情很郁闷 然后怒霸冲冠平栏处潇潇雨雪 但在下雀呢 他要表现出了 他在逆境当中 他依然对未来收复师弟 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斗志 我们这个大门这两侧的忠孝二字呢 出自于明淡张德虎推官张用灯的手笔 岳飞的忠不仅仅是他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赞功 更重要的是他一生致力于恢复旧山和曹天阙的 敬中暴国思想 以及他作为文官不爱钱 作为武官不怕死的赤胆中心 使他成为敬中暴国的代名词 民主精神的一面旗帜 岳飞的孝也不仅仅是他为母亲端茶送药 亲自侍奉这种孝 而是他谨禁母亲 在他背上赐下敬中暴国的教诲 背负母亲的众望成军 从一名微微的世俗 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军中统帅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 才补育了一位时代的英雄